唐瑞宗太极元年的正月 杜甫出生于河南拱县的一个官宦之家 少年杜甫家庭环境优越 七岁就能做的一首好诗 此时的他俨然是一个出身高门的富贵公子 少年天才 这个阶段的大唐正值开源盛世 文艺青年杜甫站在泰山之巅 写下了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诗句 二十四岁的少年郎意气风发 九年后 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激动的大事件发生了 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了 这一年的杜甫三十三岁 李白四十四岁 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在完成自己 一个在完成他在人世间的社会角色 这一年被赐金放还的李白正处于自己人生的拐点 而杜甫正躊躇满志的准备迎接自己未知的命运 历史就这样翻开了杜甫人生的序章 两年后杜甫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 全向李林甫编倒了一场也无疑闲的闹剧 参加考试的世子全部落选 杜甫也在其中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不得不转头于权贵之门 奔走羡赋 在郁郁不得志中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 十年光阴如白居过系 杜甫也已到四十四岁的年纪 迫于生计的他接受了一个参军的小官 当年十一月 杜甫的家中传来哭泣之声 他的小儿子在盛世之下被活活饿死 杜甫个人的悲剧也昭示着这个国家的命运 也是在这个十一月 安史之乱爆发了 这场叛乱迅速席卷了整个大唐 所有人的命运都在剧烈的动荡 在投奔宿宗的途中 杜甫被叛军俘虏 押往长安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 但他仍然时刻担心着国家的命运 他趁着夜色逃出了敌营 继续追随宿宗朝廷 期待着太平盛世的回归 前缘二年的三月 夜城之战爆发 唐军大败 杜甫在返回华州的途中 见到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祸 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 三历和三别 这一年的夏天 山河破碎的大唐 又迎来了一场关中大汉 他对乌浊的时政痛心疾首 此官归于田野 几经辗转后 他带着家人来到了成都 在阎武等人的帮助下 他在城西换花西畔 建成了一座草堂 寄人篱下的日子 生活依然很苦 到了秋风暴雨之中 杜甫的茅屋破败 面对蜷缩一团的基尔老七 他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他也曾登上白地城外的高台 回望自己的人生 年老多病的诗人孤独地写道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五年后 面对长期未退的洪水 一心希望逆流北归的杜甫 改变了计划 他不再和命运较劲了 杜甫决定顺流而下 公元七百七十年的寒冬 五十九岁的杜甫 病倒在石网衡阳的洲中 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 和寂寞中坠落了 生于杜甫高门 少年富贵漫游 二十四岁登顶望月 三十三岁结识李白 四十四岁深陷乱局 十五载风雨漂泊 五十九岁诗星陨落 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他依旧担忧着这个风中落叶般的国家 和贫苦百姓 诗人杜甫已经走了一千多年 但他好像又一直还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杜甫的伟大 在于他希望完成人的部分 所以他被称为师圣 他是儒家的 后来的正统教育里面 总是让我们努力地学习杜甫 而不是学习礼拜 我常常会建议很多朋友说 年轻的时候要好好的习惯礼拜 然后到中年以后 慢慢会懂得杜甫的伟大 就是我今天我去爬山 豪迈地追求我自己生命的豁达 这是礼拜给我的部分 可是我回来感觉到社会里面 有任何一个人贫病交迫 我能够去对他做一点帮助 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是杜甫给我的帮助 那我觉得仙跟圣的部分 最理想的方式是 他是互补的 而不是彼此冲突的 讲学老师对古代文学的解读 总是能颠辟入理 当下正值喜马拉雅无用学周年庆典 搜索无用学大师课加入会员 即可收获65位大咖 136门的优质内容 3月20号还请到了 讲学老师做客直播间 可以点击下方预约 如果你也热爱 灿烂璀璨的中华文化 不妨在喜马拉雅 来一场听觉盛宴吧